這三天的三一端會議當中 昨天已經跟媒體朋友報告 在境外因應、邊境管理以及境內因變 這三大部分昨天已經說11項因應作為 那我們今天同樣在這三個部分 另外有11項強化因應的措施 那在今天特別提到的強化因應作為部分的話 強化因應作為第一個 協助與日國人重建 喬委會以指示海外信用貸款保證基金 立即啟動重建貸款信用保證機制 由該基金在日本的六家配合銀行 承作災後專案信用保證 協助與日國人取得重建資金 保證金額為5萬至10萬美元 喬委會將補貼手續費 以及年利率2%的利息 在強化作為的第二項 協助運送對日本的援助 國內待運送到日本的援助物資 到18日止 總共有320公噸 那麼外交部將邀請在日本設有分支機構的 5個國內慈善團體研商 預計於下週二以海運一次全部運送 預計3日後可抵達 那麼外交部也協調華航、長榮以及日航 共計11架次免費運送123.6公噸的援助物資到日本 做事代表處也於18號下午以匯同日方提供64公噸物資 包括5000條、毛坦、交由我方及日方公益團體運往災區 在第二大部分邊境管理部分 強化作為第三項 加強港口郵輪旅客檢測 交通部與原能會已經協助 基隆港務局進行郵輪旅客輻射偵測 以確保輸客不會攜帶有輻射程的路徑 第四個強化的作為是強化飛機檢測與廚屋 交通部跟原能會已經請桃園機場公司 協助航空公司進行飛機的輻射偵測與廚屋工作 第五項強化作為進行寵物檢測與廚屋 第六項強化作為則是啟動大港倡議 對於貨櫃貨物高雄關稅局已經啟動台美合作的大港倡議設備 偵測蘇美貨櫃的輻射劑量 在第三大部分境內因應部分 增加的強化因應作為方面包括 第七項強化作為協調醫院提供輻射門診 第八項強化作為進行全國民政警政以及消防人力動員的準備工作 目前全國消防人員總計有一萬兩千多人 民間的救難資工團體則總計有五萬兩千多人 包括婦女及防火宣導隊等等 這些內政部都進行動員的必要準備 以協助保障國人的安全 在第九項強化作為的部分 組成專案小組研議 盡速來頒布輻射細部應變準則 除了停班停課的標準外 在不同輻射標準下 躺帶訂定的各部會運作準則以及民眾生活的應變準則 原人會將盡速與主管機關共同研定以作為依據 第十項強化應用作為密切關注金融市場變化 金管會持續關注日本核指示物對於金融機構的實質影響 包括銀行、保險以及股市 另外依據金管會了解 這次地震對國內上市貴公司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金管會會持續關注相關效應的發展以適時因應 第十一項強化作為是增設馬祖澎湖以及花東偵測站 來進一步提升輻射偵測網的密度 這是以上有關於今天我們311專案的會議總統親自主持 之後所做出來的新增的十一項強化應用作為